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有些人很喜欢去旅行 但是他又对于坐飞机、飞行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恐惧症在这里 所以遇到一些情况 有时候就很矛盾了 又想去 但是每次上了飞机的时候 就不断的发生很多问题 有时候看电影都看到一些人 好像疯了 这些反应 其实这方面 如果在同类疗法 在那里在调剂上面 可否有些可以帮助这些人的情况改善呢 那就是这些怕坐飞机 都比较上一种 都很常见的恐惧症 所以有些人就为了改成汽车、轮船、火车 满足长度旅行的需要 但你也知道 今时今日我们去的地方很远的 是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说 他认识一个家庭 有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因为甚至很喜欢旅行的 但是很怕坐飞机的 他就好像曾经去过两次旅行 他就怕过四次 因为两次就 起飞 两次就下飞机 其实这个是很不方便的 我希望 我们现在希望他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 就是能够用到这些疗剂 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要不然其实都挺多的 这些问题 好了 症状方面 就有时候会有些很急的恐慌 叫做Panic Attack 有时候他有一些是 幽闭恐惧症 就是觉得机舱里面很恐惧 还有也有一些恐惧死亡 这些就是常见的症状 一般的恐惧 经方症的常见身体的症状 肌肉紧张 流冷汗 心跳 脈搏加快 还有呼吸急速 症状可能在飞机 上飞机之前已经出现了 不肯上了 或者是进入了飞机之后 如果飞机突然遇到 高度的变化气流 风暴 引擎故障 刚刚差点撞机 结肌这些当然 这个可能引起一般人 也有正常的反应 好了 但是 如果有飞机恐惧症的患者 遇到这些情况 气流变 如果有飞机动 动动都很厉害 那他们的症状 会更加严重 和持久 OK 但是有时候 有些人 就是 听到这些故事 他可能都害怕得都不肯去 那我真的知道 有些人 是因为那个 云浪 云船浪 云车浪 云车浪 就从来不去旅行 很幸运 我有机会处理到那个病人 接着他就经常出国旅行 好了 有什么病发症呢 这些突发性的恐惧 可能导致那些人 那些人呢 就是忍低 就是突然间忍低 或者休克 或者甚至乎 心脏病发作的 那这些可能是血白症 好了 那我们遇到这些情况呢 我们要留意什么呢 留意这个患者 是不是真的受到惊吓呢 那个患者的呼吸 有没有急速呢 密伯 快了吗 有没有出汗呢 还有没有发抖 在这里震震震 就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的 OK 简单的同学疗法指引 如果那个飞机恐惧症 是突然很强烈的 可能某一个很简单的 可怕的事引起呢 立刻用烏头 Aconi Napilius 这个是突发性的惊恐 OK Aconi 烏头 好了 那当这个恐惧呢 它出现的时候呢 它是很依赖一些人 是要安慰它的 就是要黏着人 要找人陪着它 上机之前就没办法入睡 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况 就是黏着人的 这种呢 可以考虑是新的 Asonicum Album 好了 如果在上机之前 已经开始害怕了 开始想想越想越害怕 好像很冲动这些 这样的呢 就是突然之间 他就 哎呀不行不行 我去找上机 这样的 这种很冲动的突发呢 就可以考虑是 消酸银 Agentum Nitricum 好了 如果那个人呢 是一个 就是经常呢 都是 就是很 很忧虑人家的 家人怎么样啊 有没有什么 就是他的性格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整天都是担心 其他人的安全 但也都很怕高的 那这种情况呢 考虑的疗剂呢 就是 炭酸钙 就是Carrier Carbonica OK 痛的疗剂呢 如果正确用呢 正确就是用得对啦 就当然可以帮助 那个恐惧症的患者 很快就静下来的了 同时呢 可以享受飞行 和坐飞机的 那我刚才所说的 有一个 这位 这位 人士 因为他是 怕 云浪的 那 就 医好了之后呢 他就真的 他一世都是 很少去旅行 他就怕云浪 但是用痛的疗剂呢 是帮助了 那这种这样的 今次 我和他 大家分享呢 就是那个 非痕那种恐惧症 OK 好了 那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通常我们都可以 要求呢 就是 黑眼了 慢慢地 集中呼吸 那还有一个工具呢 就是配膏花药 配膏花药呢 都是应该每个家庭 要常备的了 OK 是很多场合之下 可以用得到的 我曾经之前解释 就是用那个生金车 生金车是身体的创伤 感急那种 但是呢 背膏花药呢 是情绪那种紧张 任何的精神状态的紧张 就可以用那个背膏花药 它的利底呢 每15分钟滴五滴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同类疗法以外的 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每个家庭应该都有的 是 好了 逐个和疗者跟大家介绍吧 Vuta Aconi Napilis Monk's Hood 这个植物呢 好像一个真人的帽 带在这里 Monk's Hood Aconi Napilis 这个通常呢 怕坐飞机 怕人多 OK 对飞机突然的恐惧 他从水的冲击 非常怕死 好像他现在死定了 甚至呢 预测到呢 墮机的时间 即是 即是死了死了死了 几次死了 那这种极度的焦虑 极度的躁动不安 心跳加速 和很劇烈的心跪 OK 大量出汗和焦虑 这个就是乌头 这个是No.1 第二种呢 就是硝酸银 Argentin Nitricum Silver Nitricum 这种的症状呢 就是 飞机 没上飞机之前 就已经想想想了 预料了 会很害怕了 当然他也会畏高 飞机之间的时候呢 他在整个过程 好像困在这里 有些人看电影都是这样的 他会坐在旁边的 他不敢坐在中间的 他有一种 好像被困的恐惧感 还有呢 那个硝酸银的人呢 焦虑得来 整个好像焦虑 自己不能够准时上飞机 死了死了死了 够了 飞机就快飞了 怕会上不了飞机 冲动 有时候呢 有一种想跳出飞机的冲动 OK 这种情况呢 通常是事前的一路想担忧呢 令到这个情况越来越更加差的 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SUN SUN SUN 简单是沙埃 OK 这种人呢 是飞机之前 飞机途中呢 就极大的忧虑的 只是恐怖 飞机会堕机了 会死的了 躁动不安 还有本人呢 很担心健康的 经常是看着医生 黏着医生的 通常呢 这些人呢 是凌晨1点到2点就会失眠的 还有他有些身体不适呢 是一种灼痛的 是稍稍热的痛的 人本身是很怕冻的 怕冻的 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炭酸钙 就是Carrier Carbonicum Calcium Carbonate 那这种人呢 通常呢 就是安全 安全不安全啊 飞机安全不安全啊 家人安全不安全啊 就是他就是那个 Secure的 就是担心安全的 怕飞行啊 怕高度啊 也都有时怕老鼠 怕那些小动物啊 怕昆虫 有时搞到精神挫乱啊 那他经常呢 觉得呢 就要照顾家人的安全啊 经常担心那个人 担心那个人的 但是自己的性格 比较独立啦 比较固执己见下 但是有时候呢 就是心芳芳 不知所措 很担心健康 这种人呢 通常呢 是看伴一点的 肥肥白白 泡泡 但是呢 就经常满头大汗啊 那和小腿呢 足部呢 和大腿呢 都很容易抽筋的 那这种人很有趣呢 是喜欢吃鸡蛋的 尤其是白石蛋 很特别喜欢吃 那他呢 就是很怕这些寒冷潮湿 又是寒冷潮湿 有时候住的地牢 是地牢啊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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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觉得身体呢 病情会更加差的 这个是他整个人 一般的情况之下 OK 好的 多谢袁医生今天帮我们呢 就讲解了 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可能听下去呢 就是未遇到呢 就说 怎么会的 坐飞机可能很兴奋 一些什么 其实呢 是真的会有些人呢 是对于这个飞行 都会有一个恐惧的 刚才讲过了 很多不同的原因 当然也都是 有些人担心是云激浪 或者是云浪 那方面 当然是避免的 那方面就有另外一些的疗势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些呢 那就是都是一般呢 是真的他 自发着有很多 这些不同的恐惧之下呢 而是他会拒绝 或者是这样 那如果有些这样的 家中有些这样的成员呢 那其实可能都是 制造了一些的不便 那大家今天收听了之下 如果真的家中有成员 有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呢 那可以利用这些 刚才介绍过的四种疗势 那因应了那个情况 他是属于哪一种的时候 服用了之后呢 就可以是可以开开心心 一家人去旅行这方面的嘛 那所以呢 应该我们家中常备一些的疗势 那我们也都会呢 有一些的套装 一些家庭常用的套装 Family Care的套装呢 那里面有齐这些疗势 可以帮到大家的了 那即时可以解决到那些问题 及早治疗永远呢 好过等到呢 是拖拉到去出现了后遗症 才去处理呢 就更加有效的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训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健康产品 或者是同类疗剂方面的 可以联络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